2006年 王顺茴因车祸至残 至今腿里留着钢板 无法继续打工的他 只好回到老家宁夏雇员的茅坪村 这是一个全国文明的贫困村 王顺茴债台高筑 为了尽快偿还15万元的外债 他计划扩大养殖 买几头羊来补充收入 王顺茴有三个孩子 大儿子一岁时得了一场病 影响了大脑的发育 张诚明 茅坪村住村第一书记 他重点帮扶的对象就是王顺茴 正是张书记的精准帮扶 他才有决心贷款买 最近这小牛还有啥困难 这有两个巨大破坑吃臭的 刚来的时候比较难一点 老百姓都不理解 你一个小年轻跑下来能干个啥 现在去了之后特别专气 碰上饭点的还吃口饭 王顺茴扩大洋洋的计划能否如愿 他为何又萌生了消极的生活态度 在全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 张诚明却遇到了措手不及的难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0年进入4月中旬以后 毛平村持续干旱 王顺茴很紧张 因为作为饲料草的青柱玉米 如果无法播种 那么养牛成本就会大幅度增加 他扩大养羊的计划 很可能就要泡汤 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王顺茴 对春天有着本能的敏感 他知道 每当节气进入谷雨 就是播种的季节了 所谓春雨贵如油 对毛平村来说 这并不是一种夸张的比喻 毛平村 隶属于宁夏固元市西极县 位于中国黄土高原的西北边缘 海拔大部分在2000米左右 丘陵起伏 沟壑纵横 固元又是宁夏唯一一个 黄河没有流经的地极市 2018年 政府终于从200多千米外的京原县 将水逐级抽到了毛平村 在这之前 村民用水教来储存雨水 是解决人畜供饮的主要办法 遇到大旱之年 就要下到十多千米外的镇湖乡去挑水 自来水的到来 彻底解决了毛平村 世世代代的饮水问题 缺水所造成的土地贫瘠 是毛平村贫困的主要原因 疫情发生后 牛价大涨 一头肉牛比去年涨了三千多元 这本来对养牛户来说是个好事 但是如果持续干旱 那么饲料草也会比往年更贵 所谓草料 就是草是草 料是料 这些辅料要比草可贵得多 六十斤玉米 三十斤梅腐 二十斤的鱼杂 来去拔它得盐了 苏打了 盐苏打 苏打你弄进去了 然后的话 今年如果说不下雨 老百姓没把这个青植玉米 种到地里面 它就得埋草 成本能增加到1.5倍吧 这可能是八个风天 每年的生产计划 王顺回心里自然是有笔账的 三个月后 去年留下的草料就吃完了 那时候两头母牛都已经产载 需要更精细的草料 才能保证新生牛毒的奶水 牛头树的增长 本来是个增加收入的好事 但是因为干旱 这很有可能会变成王顺回的负担 没错下来也就这么找 四个牛一菜 基本上二十斤斤牛了 用老百姓的话说是 这牛就白养了 基本上全喂了牛 自己没收入了 可想而知 正常耕种 对毛平村的养牛户来说 意味着什么 没几天草木抽芽 春天如约而至 往年进入五月的这个时候 地里的秧苗早已经半尺来高了 原本今年计划扩大养殖的王顺回 也因低于未见 打起了退堂股 计划扩大养殖的 计划今天就没要 昨天就没想几个牛 发展草树前菜业这个东西 现在是这么前期 草就发展不了 你前不下日就杀草打来了 你计划也是被计划 到时候没有草了 也就真的没掉了 全国的扶贫在西部 西部的扶贫在宁夏 宁夏的扶贫在雇园 而雇园的扶贫在镇湖 镇湖乡最贫困的地方 就是茅坪村 茅坪村作为全国文明的贫困村 宁夏各级扶贫办都很重视 张承明扎根在这里 马上就三年了 四个年才买两千 在紧张与忙碌中 他差点就疏忽了这一场 悄然发生的干旱危机 这通电话让张承明紧张起来 他决定去村民刘金元家看一看 果然刚到大门口 他就发现了问题 我看你啥牛棚盖成了 你咋 牛还不往进进 还没钱 还没钱啊 掌柜的去哪了 上街了 上街了啊 我看这啥牛棚盖成了 牛棚盖成了 牛棚盖成了 清楚吃吧了没 几次吃 没有啊 你这啥 马上这个啥 马上人家来验收呢 你这个银箱补贴呢 你牛要进不上 别等下小菜了啊 先等两天啊 抓紧闹牙 嗯 嗯 嗯 那个啥 玉米今年打算种多少 玉米 这香虾 玉米虾改成了不消化 不下雨 包不成 说得好好的 牛棚盖起来了 进牛呢 完了过去一看 牛到现在还没进来 三月底我过去看的 完了现在五月初了 这牛进不来 人家马上过来验收来了 验收来 牛没在卷里面 完了补贴拿不上 自己少一份收入 完了这咋这样 答应得好好的 当时问他有啥困难 他说没有 哎 没有 过两天牛就进来了 这影响到补贴款拿不上 完了 今年是脱贫公间 收官之年 万一他的收入不达标 没有支柱性产业 不脱贫怎么办 影响全村的脱贫效果 影响全乡的 全县的 全区的 甚至影响到全国的 这咋弄 太气人了 因为疫情 王顺回的大女儿王金科 一直没有开学 这样他就能在家里 多帮些忙 虽然自己考上了 银川的幼师专业 但从小没上过几年 学的父亲 一直都觉得不甘心 但是金科有他自己的主意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这个专业是三年的 可以比大学早一年毕业 这样他就可以早毕业 多整一年前 我毕业之后到一名幼儿教室 就在银川附近走 回来的话幼儿教室的工资都特别低 这个丫头的学费 击工是我姐姐给支 大日子费钱 这个暑假本来就打算出去 击工减学 然后 至于已经17岁了的大儿子金康 是压在他们夫妇心头 永远的遗憾 我大弟弟很渴 我喜欢跟我大弟弟在一起玩 人家叫啥干的 干个自己干就满干的 把水直接倒着草的 倒着草的大女儿不喝 算是长老师 这个玩家学草的 要算算出他的 学第五年纪都得前十年了 在茅坪村 每一滴水的利用价值 都有无限可能 家家户户都被有水教 像这样的水泥地面 最大限度地阻止了 雨水的渗透和流失 每逢雨天 落到院子里的大部分雨水 都被汇聚到这个水槽 然后流向水教的入口 经过入口的棉布过滤后 这些清洁的雨水 就可以被利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冬天的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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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往年早已经呈现绿色的梯田 却依然荒芜着 就像这持续的干旱 张成明也备敢疲惫和无助 这几天 刘金元刻意躲着他 甚至连电话都不接了 他要再去一趟看看情况 在刘金元看来 虽然贷款是无息的 但是疫情之后牛价飞涨 这个时候买牛 自己就会亏好几千元 这个账并不划算 牛是这两天过去再看 你看好了没 没有 没看那你就没看吗 还没看好 没看好 今年还是 就这个情况 还养不养 过几千元看 前两天我下来 你还跟我说是有钱的 你就说有钱的 还马上进牛呢 你这又没钱了 牛又养不上了 有可能是这段时间的牛价 比较高一点 可能还在持这个观望的态度 贷款把这个牛仰上 然后政府的补贴 今年就能领上 掌柜的回来 虽然张成民苦口婆心地 给他算了笔账 但并没有说服刘的儿媳妇 验收小组就要来了 手上的几户建档利卡户 各有各的问题 让他一筹莫展 每天傍晚 王顺辉都会按时 来到村党群服务中心 打扫卫生 这份工作他很珍惜 帮服干部们的忙碌 他是看在眼里的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不想再麻烦张书记的 没警察过来 开着留留钱啊 什么的 开着什么困难的 结果这个牛价人家 全家都保了留钱个限制 不想麻烦人家 人家 人家里过 人家里过 是个大妥子的 自己自己扑 自己扑 可是今天 他终于有些憋不住了 眼前的这个坎 他决定找张书记商量一下 看看是否能有办法 帮他渡过难关 张成明大部分的注意力 都放在刘金元 不养牛的事上 人生分 活干完了 来 坐 王顺回的提醒 让他意识到 这次干旱 或许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如果说是按现在种的话 九月份基本上 清除玉米就能收了 你就能接上了 我们一般给那个 不许前和中国 这是 玉米已经收了 玉米已经收了 全就是不下雨 全体自己这个大 对 从事也是被重置 其实今天上清后 这一块 这四楼落前 因为下雨 你只花自己后 你没办法 这看撑到 判得赶紧 赶紧把这一句下下来吧 作为茅平村住村第一书记 张成明 必须更准确地了解和掌握 汉情可能会造成的损失 王顺回走后 他马不停蹄地 在村子里进行了走法 像要养牛的话 还是中这个清除 特不下去 现在牛养的鸡肝 按照王顺回的情况 张书记算了一笔账 他买五千块钱的草的话 可能只能从九月份 持续到明年的六月份 还是接不上 还得买 养牛的话 这个就要往处卖牛毒了 从来的话 就相对来说要减少 不能就像现在的 两头繁育成四头 四头再到八头的这种了 制成清除草都还有补贴呢 各项补贴你拿不到了呀 这还仅仅是买草的费用 其他辅料都加上之后 要一万多元 这对于贫困户来说 是极大的损失 何况王顺回 还有十五万元的外债和贷款 而贷款是今年必须要开始还的 在银行前 我二十之后 我就给人家去还 这也经过一多数嘛 要牛啊 要个猪啊 这个别成钱了嘛 这先进 喂 宋主任 喂 王主任 来这个啥 从上开个会 我们商量个事 没人接啊 喂 习主任 不一会儿 党群服务中心的几个干部 就陆续到了 这样正式通知召开的会议 并不常见 更多的时候 是大家在聊天过程中 就把问题解决了 所以每个参会的人 心里也并不轻松 来 来 来 宋主任 来 来 来 这刚和习主任说着呢 今年是啥 线上和乡上 拿奖拿了八个 真不容易 这就是啥 咱先放下 这是2019年取得的 咱说2020年的 来 今天开会 说两个重要的事 一个是到现在了 没下雨 这往年是咋弄的呢 之前有过这种 有 95年 95年 95年最严重的 那下雨啥时候 下雨是到群里了 第二个是 牛还没进去 钱不下雨 它这里是扣钱吃饭 你一点就不下雨 已经没错了吧 那一大成功不外 那瘦了出来就不了 全部够了 牛价也高了 牛价也高了 人家那啥 养五六十头牛 那个抗风险能力就强了吗 像养五六头牛的人 咱把这个几家联合到一块 人先少了 人不拉 我们三家可以买一车草 然后拉过来平风 这也可以 能省点 是点 还有这个蒸发 是对吧 王金科在家里承担了 大部分的家务 同时还照顾了两个弟弟 这样 王顺回夫妇 就能出去找点灵活 毕竟不能这么 眼巴巴地等着下雨 他们愿意利用一切机会 为家里增加一些收入 在县政府主导的 微房拆除补贴政策实施后 村里很多农户都开始了新房建设 这样 王顺回的爱人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帮邻居盖房子的工作 一天120元钱的收入让他很满意 通过帮扶干部的努力 王顺回也在高速公路的工地上 找到了一份轻工的活 为了可以按时赶到工地 他把每天喂牛第一顿草料的时间 也提早到了凌晨五点 推搅的不便 让他更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现在这大工业 小伙子要点让人家也不用 对我们村上这好处大了 在我们村上有些劳动力 就不用骑摩托车到县城务工去了 工资给的和县城一样 如果有技术的人家就给的还高一点 这个带动可不少人了 就现在来说 我们村上有将近40个人 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无垢 当天夜晚 狂风大作乌云密布 好似一场好雨就要来临 狂风中 雨点果然砸了下来 然而大风足足刮了几个钟头 灵星的雨点 却是连马路都没有打湿 只有枣糟铺在地里的地膜 才锁住了一点点雨水 这点雨量对耕种来说毫无意义 不仅仅是因为缺少资金 钢旱导致了额外花费的饲料钱 这笔费用基本上抵消了养牛 和牛棚的补贴款 这也是刘金元迟迟不愿买牛的 重要原因之一 张成明知道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本账 没账算的事就一定不会去做 他的工作就是要让老百姓有账算 找到原因就得想办法解决 人复联上带这个妇女创业款着呢 不行把这个钱你带下来 要不然你这个补贴你拿不到了呀 像这个盆一讲 一讲十二个牛应该没问题 你养购五头牛的基础上 才把这个补贴给你 不是说是你光建一个牛棚就把这个牛棚钱给你 是鼓励老百姓养殖起来 现在就是啥缺资金 缺资金的话 我看让这个找葱主任 找葱主任我让给你担保贷款去 我来之前的话 养殖户只有31户 肉牛从兰量是182头 现在是74户 从兰量将近700 全乡第一 我感觉这个是很开心 而王顺回的情况又很特殊 打短工也不是长久之计 并不能弥补干旱造成的损失 像这样抗风险能力差的浓 它是要重点帮扶的 如果说是买草的话 种地的话 草草这块就自己就解决了 就相当于有多套了500块钱 大女儿王金科刚刚得到消息 有可能五月底就要开学了 不久之后 王顺回夫妇的短工也将要结束了 一切都是未知 一切也都在等待 就像等待一场未知的豪雨 对于毛平村来说 这个春天有点难 王顺回的危机并没有解除 张成明该怎么才能彻底地帮助 王顺回一家渡过难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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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